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自首自根分解的第三种基本类型 对,那在分享第三种类型之前 我们先快速复习一下前面两种 那第一种是什么 一个自首加上一个单字 比如说这个interchange 对,那inter是一个自首 那change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单字 好,那第二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字 加上一个字尾的这种类型 那我们举了这个字 你看这个单字还是这个change 对,那只是它现在加上一个字尾 A,B,L,E 对,那你会问说 那有没有自首加单字加字尾呢 好,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自首自根分解的第三种类型 是一个自首加一个单字 再加一个字尾 对,那今天举的这个例子 Unchangeable 对,那changeable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是由什么 一个单字change加上一个字尾 A,B,L,E 对,那你如果前面加一个un 这个un是一个字首 代表否定的字首 所以它合起来是不是就变成什么 不可改变的 好,那这个单字如果出现在我们ingry for Formosa 自首字跟分解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你这个字首你就是要选un的字首 对,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代表 不就是否定的字首 对,那字中字的话 你就是打chang就是change 它是一个单字 对,那字尾的话就是打A,B,L,E 好,那所以合起来的话是不是就什么 不可改变的 好,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送交答案 好,那送交完答案以后一样 就是说这边会列出一个复习 就是说changeable 它现在把它分成un加chang加ab,L,E 对,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如果有自首un的单字的话 那你就点下去这边 un这个自首特别的讲解 还有其他所有的例字 对,那这个A,B,L,E,Change 这就是跟之前讲的changeable 那个字是一模一样